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宝贝 哇塞 怎么狂冒装备啊 一百动作就有火箭筒和钻石 我继续歪歪歪 作者对半仙工作真好 满地都是钻石武器 我小宝贝真是张光发财了 再带点长豆面包 饿了吃 吃饭啦 第一关是耍子 直接走上去 闭眼睛是不可能的 上来还有call 幸好没充太快 看到奖杯了 怎么没有宝箱啊 不过开局就送了那么多东西 就不跟你计较了 第二关萌西 一步一脚音 蹦蹦跳跳 So easy 这里要小心蓝色地毯 轻轻快一步越过去 踩空的后果就不用我说了 奖礼木棒和皮衣服 还没有我身上的值钱呢 算了算了 我现在已经不是萌西了 背包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动不动装其他战艺品啊 这些就还给你吧 第三关 洗血楼梯 咬咬牙一口气收上去 疼了就吃面包 只要多吃点就不疼了 过了个天 激光加低次 太狠了 过来还想红烧我 没忙 传送方块是想把我送哪儿去 哎哟 摔得我屁股疼 看样子可以少走一端 不用扎脚了 第四关高手 方块的距离又变远了 需要冲刺再向前跳 千万不能着急 一时我又要重新来过了 跳门窗也是一样 One two three放 不到最后不起跳 接着切换背睡觉 紧紧抓住藤马 左蹭蹭 右蹭蹭 要是爬住了就换一边 往45度方向扭头就对了 哦 上来后还要坚持往上塔 不过跳窗户就简单多了 打开一个跳一下 开开跳跳只要手速过快 一下就蹬顶了 嘿嘿 还能玩蹦蹦场 我蹦蹦 看到下面的水池了 来个鱼跃水坑 哎呀 跳着急了 嗯 宝贝都掉光了 哼 在我的不幸努力下 我又回来了 这一次到角落再飞出去 nice 董事满盾 还把东西都捡回来了 这么多地次 还好落脚的地方 奖励套装备和轻枪 怎么回事 好疼呀 啊 嗯 白拿的果然都要还回去 下一关就下一关 等我通关了 再哭一大堆钻石再回家 超凡才二段跳呀 哎呀 今天有点狡猾 不着急 等我调整好状态 肯定能一跳个准 难道是这里的钻石块 比较大坑吗 感觉比平时的二段跳 高了一丢丢 芷芷 你靠太近了 要更早一点 提前才跳跃了 到了到了 奖励套装套和吹毒剑 随便拿一样就好了 第六关 王者 三段跳现在对我来说 也算算随了 只要有侧面一堵墙 来多少个都没问题 要仔细看好卡位和甩头的幅度 像这样斜一点 踩第二个的位置 左右 左再一刀 接着强的反作用力 一口气蹬上去 哇 学会三段跳 你也能轻松上王者了 讲了一套黄金装备和飞天神爪 一般有勾爪的时候 后面都会很难 戴上准没蹭 最后一关无敌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闪一闪亮尖交 后面的怎么不是钻石块了 一定是坐着变穷了 小串串要不停的跳 哎 这大阵盘真讨厌 我又回来了 这次我跑快点就不会被稀数了 先跳过几个小串串 转得这么快都没时间思考了 直接冲过去 呜呜呜呜 直接给甩过来 哦 有金无险 总算成功了 机械兵也是能直接走过去的 这是什么神仙距离呀 还得禁止落到最突出的一边 就算成功第一个 也跳过去第二个呀 咦 我走下面不就好了 虽然要被当成肉饼 在仙长巡装助理给蹂躏了 夹缝求生说的就是现在了 接着是往上继续前进 按住前行长半圈 跳一个 只要不当肉饼就好了 啊 终于上来了 这么大的平台 就放一个箱子 也太寒酸了吧 想另一套钻石新衣服 还有冲锡枪 都拿上了 哎呀 不仅通关了 还有这么多钻石武器 让我想想要做得什么好呢